嘿大家好我是吳唯 今天來介紹幾個這個奇異魔方格 最近寄給我的一些新的樣品 好首先是這一個 很可愛的 楓葉粽 也是有附解法 盒子很大 但是感覺那東西放在裡面朗朗這樣 好解法的部分 既然是楓葉粽自然就是以楓葉的結構來做的 因為它就是四軸 也蠻像金字塔的感覺 金字塔 腳就縮在裡面了 腳就縮在裡面了 我覺得這個結構怎麼跟那個魔塔感覺很像 好表面是霧面的 很細很細的霧面 然後轉起來蠻好轉的 有沒有轉起來怎麼轉 它是沒有什麼鋼珠或磁力定位 然後 但是它轉起來就是很滑順這樣子 然後有個簽名 MDPX 是這個設計師嗎 好剛剛 隨便的玩了幾下 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不算太難 不算太難 有好幾次還不小心自己轉回來 就 因為它很容易煮到剩下最後兩個邊這樣子 兩個邊就是在原地要換 那你就思考一下怎麼樣 可以把它擺上去 然後換個方向再下來 好 不要透過太多啦 我相信這個 洞洞腦應該是可以自己玩出來 不是太難 OK 好而且它顏色很好看喔 有沒有 對吧 這個解法你就收著吧 我是認真的覺得 有一點概念 可能你會玩金字塔的 這顆應該是非常簡單的一顆方塊 好 接下來 兩顆正接一起來 齁 起針S2 起針嘛 就起自備的5階 S2 S就是 那個 六色吧 應該是這樣子撿 喔 好鬆喔 來 重量如何 118.8克 尺寸 61 62那邊齁 算是很主流的尺寸 很鬆很滑 轉起來很輕薄 轉起來很輕薄 它是沒有磁力的齁 入門結構沒有磁力 好吧 這個我覺得表現就完全符合它這個 定位 這個價位 應該也就是把之前的 結構做了一點小小的改良 這樣 不算是太好轉 但是 表現的也不差啦 然後很平滑 沒有任何碰撞 但是容錯也可大 融錯也不大 適合新手 或者是你有心要來練五階 定位手法的話 這顆應該蠻不錯的 而且很輕 很輕 還可以還可以 感覺以前好像轉過類似的方塊 就是 單層 單一層都很輕滑 很輕滑 然後沒有什麼碰撞 轉動阻力也很小 但是要過彎的時候 容錯的時候 你就會感受到它容錯確實是不大 那新手完全是不需要太大的容錯 不然他們會對五階的那個手感 會有一種錯誤的習慣這樣 接著是這個黑曼巴V3 黑曼巴最早應該從勇士鬥牛那個時候就有 黑曼巴定位也是很便宜入門的一款 不過它這一顆這樣子做 魔方文化推廣大使 好 所以它這個是要用來做為這個推廣定位用的 那有可能就是像啟蒙那樣子的 就是它把它做得還不錯 然後 它包裝也很用心耶 來方塊的重量看一下 70.7克 好 尺寸55 它附了一個這樣子的工具 讓你可以去調這個東西 它就是單純的把彈彈往下壓 然後把軸距撐住這樣 所以彈力跟軸距會同時改變 你看看喔 嗯 沒有磁力耶 可是很好轉 哇賽 這顆 會賣多少錢 好 也有方年溝槽齁 都有做 然後 外表那個 這個 外面的這個圓角 做得比較小 等一下摸過去有沒有 感覺是滿平的 一般來講這樣子的方塊 我都會覺得它可能是屬於入門的 然後 手感可能不會太好 性能大概平平一樣 不過我這樣簡單轉幾下我覺得還不錯 大概在容錯關的時候震動大一點這樣子 但是基本上很平 而且我都還沒潤滑過 所以這顆的定位是什麼 就是要把性能很好 然後價格很低 用來做為推廣品牌用的 它這一本其實做得也很精美 喔 它還不只放三接耶 這是三接 F2 F2的一些 OL PL 好 然後 這邊開始四接有沒有 四接 四接 五接六接都來了 然後金字塔開始了 所以這個就是它 之前它有在賣的那個秘籍 它後面還有一些比較特殊 他們自己 好 SQUARE ONE也有 MEGA MIX 好 鏡面它也做了 鏡面 鏡面的教學也做了 來這個 魔縱 魔縱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齒輪也來了 買這一顆方塊 可以得到一本 品質還不錯的 推廣教學書齁 這個不是單純一個 基本三接的入門而已 就是一本很完整的教學書 小車子帶在身上走的那一種 好 真的是 目的很明顯 而且它不把它做成磁力的 把它做成磁力的 大概就是 想要回歸到那個吧 來看一下 它有預留一個磁鐵槽在這裡 蓋起來兩邊會互相頂住這樣 這個結構是這樣子 我覺得是有用心的結構 這顆 充滿了一點想像空間 包裝很不錯 包裝很不錯 雖然說它把它弄得很大 一個大箱子裡面就少放很多顆這樣 可是整體看起來很適合拿來送人 送禮 然後 這本又很有幫助於這個推廣 然後 這顆方塊的表現也滿好的 其他結構是有用心的喔 不管是方塊邊角結構 還有中心 軸心的這個 還有軸距的這個結構 都是有用心的 既然它是要推廣 我相信價錢可能應該不會很貴 這顆滿不錯的 要用來取代他們自己家的起航嗎 好啦這三顆目前應該也都還沒上市 那等影片出來之後說不定已經可以開賣了也說不定喔 那我們就看看大洲的市場表現如何啊 覺得都不錯啦 像這一顆 滿好玩的 又不算太難 而且工藝什麼的製作得很精美 好這一顆 表現不算特別亮眼 但是也沒有什麼缺點啦 嗯? S2 好最後是這一個 滿好奇之後 它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說不定會有一整個系列的 就全部都四場 同一本這樣 好啦什麼問題多了 在影片底下留言啦 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然後這邊補充一下 它的調整這邊 它的中間這個 軸距調整 跟彈力調整一共有五檔 那一就是 出場就是一 一是最弱的 所以 你只要逆時針轉 每一檔它就是變緊變硬這樣子 變緊 然後 動錯也真的變小 到第五檔 然後第五檔就 你看它壓得很下去啊 然後 然後這個 拉開的距離變小 然後 手感我覺得整體上呢 所以是有點偏 偏 偏硬這樣子 不過因為它轉起來的那個阻力很小 所以它硬的那種感覺 不會太明顯 不過過彎的時候 發生了 有一些小空間都是 過彎的空間都不少 過彎的空間都不少 欸